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满足网友提这个要求 我们今天以写为主 应该每日一提以议论为主 今天我们以写为主 但写的同时 我们还是要把一些相关榜书的尝试 再介绍给大家一些 顾名思义说榜书就是大字 究竟多大叫榜书 没有一个准确的这么一个规格 但是应该说大约吧 在一尺这个字以上 这个字的起码这个大小在一尺以上 过去呢写拍表的时候 都是冤打上去写 因为他没有其他放大的一些科学技能 那么到现在呢 包括启功先生等等一些朋友们 前辈们写榜书很少 比如说你开商店让我写个拍表 我就写点中凯 那么你去把它放大 放大之后 可是这种放大的效果显然是不好 因为榜书呢 跟这个中凯 大凯要求还不一样 跟小凯差距就更大 榜书什么原因呢 写的时候要十笔要多 要这个中间的密度加强 所以前辈说的好 就是要得大字好 必须窟窿小 要紧凑 点画也相对要粗重一些 多用诗笔少用虚笔 那么欧体字呢 在写大了以后 就不能再用九成功了 和画头四那些个 单纯用的一些个笔法 多增加些诗笔 这个尖锋呢少露一些 现在更加庄重一点 咱们这样边写啊 咱边讲 好吧 我们现在呢 写一个字 因为在单字当中啊 写大字 现在的多数是这个 就是单字为主 有人喜欢写龙 有人喜欢写虎 有人单喜欢写一个兽字 还有的人呢 不知出于某种心情 爱写一个忍字 就是这么那个 何为贵啊 忍为高啊 等等 这个忍字 我写这个字是很少 因为我觉得 它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因为忍与不忍 这里有很多复杂的过程 不是什么时间都要忍的 所以我呢 也经常写个龙啊 写个虎啊 写说因为 社会上有这个需求嘛 对 就是说 尽管它俗一点 它又是常用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把这个问题呢 向大家介绍介绍 就写大字 注意哪些问题 我们现在 先给大家 演示一个瘦字 呃 演示这个瘦字的时候呢 必须和大家说一下 应该我们平常写是用 红纸 或者是其他暖色的纸 比如黄色的 粉色的 用这种暖色的纸写 现在我手用这个白纸 这个白纸 呃 在写瘦字的时候 尽量不用 嗯 但今天呢 就是不方便 只能是白纸在手 我们就用这种纸 给大家演示一下 啊 不过呢 在演示之前 必须让大家说清楚了 写这个大字的时候 必须得宣专 这是没有 不能含糊的 而且既要宣专 就应该站起来写 嗯 因为你要坐着 比如说现在我拿的这个 这个笔 啊 这么大了 然后 我还在这坐着 这样写的话 显然是 这个视觉上也不舒服 而且 这个也不符合 一个力学上的要求 啊 所以我们要站起来写 现在就 边写 边看 大家看 我手里拿的这支笔啊 应该说也叫大梯斗 或者说也叫 小心的抓笔 这个笔啊 在他 写大字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拿着这个笔 就是五指七轮 抱住这个笔头 啊 这是这个 临近的这个 笔管的尽头 这样抱住它 才能用上力量 这样写 用上力量 如果你再用这个 五字之笔法 一牙勾搁骨底 去这样执笔 这就是大错特错 因为这样执笔的话 是在写大字当中 用不上全身的力量 所以在执笔上 首先是要这样执笔 这样 抓笔嘛 就是 我顾名思义理解 就是抓起来 不能够去这样写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啊 那么我现在手里 拿的这支笔呢 虽然不是抓笔 但是也是写大字用的笔 所以在用的时候 也不要这样执笔 也是要这样 半抓半直的样子 看 就在这个位置 不要太高 执的这么高的时候 这个失掉了控制能力 太低了之后 就影响它的这个活动范围 所以写的时候 要注意 就是 把它执笔 大约在二寸左右的时候 就是笔杆 距离笔头 大约二寸左右的时候 下笔的时候 写大字 一定要注意四个字 要守黑心狠 不得犹豫 看 写这个寿子啊 是 感谢观看 大家看 这个瘦子 在这张纸上 它占了四分之三的位置 下面还留出一块 干嘛用呢 就这块啊 就是为了八款用 为什么留一块呢 因为你要如果正正方方写完这些字之后 你在哪落款呢 比如说没有这一块 那么只有在两侧落款 在两侧落款显得很拥挤 如果再留出量来 显得中间这个字又小了一些 所以往往呢 就在下面留出点地方来 那么需要跟大家解释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落款的这个位置 一定要字写小一些 而且尽量的写多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少字符 就一大数字 如果你只是写上 落上为一块 填运章 显得太单调 这个字显得太空 那么落太多不行 四面八仓款 密密麻麻的 显得很乱 所以大约在啊 二十个字 三十个字 或者十几个字 这样可以 如果只落一个单款名字 或写一年头 这往往并不会 显得不够丰满 我们现在给大家呢 这个 看一看 在落款当中 应该怎么写 是 � 谢谢大家 这写上了一幅对联 这个是联语词句 没按对联的格式写 海无仙愁天鹤蒜 花糖春酒 雁盘桃 比如说下面写上 你给谁写的 写寿字总有针对性 给人家拜寿 是那个 哪位老先生啊 是一位夫人呢 给人写的名字 比如说某某啊 这个先生 比如说八十华诞 下面写上 你自己的名字某某 拜后 这样写 既有上面的大字 和下面的小字 相应成趣 于是写的这张字 就比较完美 如果是只写一个大字 他们落了一小块 显得很 淡淡隆隆的 觉得不疯吧 好的 我们再 再往下写 我们下面再给大家写一个龙字 这也是写单字的朋友们 经常写的 龙 写这个龙字的时候啊 可以不特别拘泥在说 我这个字是欧体字啊 是掩体字 是流体字 是什么 无所谓 写大字的时候 应该以气息为主 这个点画呢 不要过分的这个 要求它太细腻 太细腻 失去气息 当然 笔法 也必须地讲究 我们来写一个 龙字大家看一下 谢谢大家 大家看呢这写的 基本还是这个欧体字 但是呢不要让它太细腻 太细腻显得就是 大字不凶强 就是 写这样的笼字 下边八款的时候 仍然可以发一点这个小字 有一位诗人呢 他有这么两句话 他姓入龙 就非常贴切 他说 灵物生来非甲物 自甲虚气自称云 他说这个龙啊 身边有很多云 但是云在哪来呢 是龙自己虚出来的哈气 他自己虚出来这些气 就自然称云彩 所以他说 灵物生来非甲物 自甲虚气自称云 我觉得这个诗意很美 所以我把它写在这上面 然后下边也可以落年头 比如说物子 这个春月 春日都无所谓 然后某某先生 这个这个 比如说八十或者九十 什么花旦 比如说我写 比如运章拜贺 所以让他自称章法 就这样写 因此大字小字的结合 这个相得益章 非常好 我们再演示两个字 比如说写星书的 也有写这个大字的 不过单写一个大字的 往往都是楷书的多 或者传书 历书 清草写单字的 也有相对少一点 但是比如说写个虎字 龙虎的虎 这个虎字 一般的是都用这个草书写 我们来演示一下 所以啊 大家经常见到写虎字的时候 都写这个一笔虎 所以一笔虎就是 笔锅抬起来 一直用这幽丝连绵 一直贯彻到底 写这种字的时候 应该说 不是说村心讲究 但是我们总计下 前人写这字的时候 在这个典话当中 都是很多非白 所以起一笔 行起来之后 诗墨与干墨相互配合 其实产生了很美好的 这么一种 这个景象 感觉到非常有气势 那么再想到蒙虎 也是非常的这个 张黄的 所以写这字 千万不要举紧 我们为了让大家看明白一点 我们再写一下这个虎字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心理过程 所以这种笔呢 在中途有些个转用 或者叫实转 就是这种笔 在到这儿的时候 这样走 看我这手指 这样过来 转转 转到这儿时候 这手指 再粘动它一下 所以有人去找粘管问题 虽然不说 以它为中心 但是必须需要有这种笔法 这个手指 这么一拧着笔管 啪 转过来 然后到这儿 这时候又在这样转动当中 反过来 踢上来 然后中途下来 走这一笔 所以这个虎字呢 还发现过 有些人写的不对 或写的不讲究 就是在宣传过程当中啊 点发位置 不对 或者是多加了一些东西 有人写这个虎字啊 这是多了一个拐板 一二三 这还在这样 就是多了一些东西 有人在这儿 少拐了一个板 就是在这儿 转过来之后 从这儿就 就应该在这儿 再转回来 可在这儿 直接就过来 就是这样写 这少一点东西 所以一般的说 准确一点 应该是这样 过来 这样就拐 转过来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这笔数 已经请得住劲 不要太虚了 所以对于这个榜书 大字 星书 草书 海书 有很多的要求 所以希望大家经常写 最后我说一句 说我宣传的时候 我写就哆嗦 这怎么办 我告诉你 最兴致有效的方法 就是你多写 只要你多写一段时间 自然而然就不哆嗦了 因为它是这种 肌肉锻炼 请大家注意 铁杵摩成针 公道自然诚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 介绍一个狼字 这个狼 就是狼君的狼 中狼的狼 我们用凯树 先演示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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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狼子 这个狼子 它的主要难度 在右方这个双耳 因此呢 单说左边这个梁 应该呢 说它有定的难度 但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 已经介绍到过一个季子 就是季然那个季子 左边应该说是个根 这边呢 左边应该是个梁 因为它上面多了一个点 但是基本写法相同 我们就不再说更多的 那么重点的介绍 这叫双耳的这个写法 双耳在前面字当中 也介绍到 这个双耳的写法 大家总和起来 它有新的这个结构要求 所以我们边说边写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点 最好直接写一个横点 那么事件可以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 横点显得更稳定 显得这个字呢 更它妥善 写过来 这是相当的艰巨 这笔下来 这和季子 左旁没有大的出移 但是呢 前辈书他写的时候 也都自然而然的呢 单写季的时候 往往在这边呢 就断了一个头 就这个地方可能不封起来 而总能变成凉的时候 在往往呢 这比较长了一点 而这个地方呢 封得比较紧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横 和上面这个点 未有区别 以显示呢 它这互相之间的差异 所以表现了 它这两个相对都是横化 因为点上了横点嘛 就变成一个很小的一个横化 所以相对上面而言 下面就要放长了一点 所以这样应字而已 如果点了一点之后 再写个短的 再这样写 就似乎选得这样不严谨 所以大家看一看 就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大体的结构 跟左边是个根子 差不多 我们把它写完 注意 这笔虚起向上 这是一个阶段 撇过来 然后从这个下边 没等完全起来笔 就顺连的下来 就写了一个这样一个点 我们再一次给大家说 这个双耳很难完成 就是这个效果 这样要建方 这个地方要建脚 出来一圆都不行 这下来出来一圆都不行 就太圆 砍书的那个 就棱角的那种 人感觉这种质感 没有了 所以得把这一点得学会 别看轻微的这么一小点画 却有一定的难度 再说这些竖笔 这个竖笔啊 一定要取重 不要太粗 而要求重 经常粗重放在一起说 但我们在这会儿告诉大家 这个竖笔写的时候 不要太粗 而要求重 就是有力量 太粗 显得就 一笨 我们把这个字 整体演示一遍 横点 这些横话 都稍稍的康间 向右方 上端康间 写完这之后 写一数笔的时候 写慢 不要太快 写慢一点点轻度往下走 如果你太快了 你写这笔太快了 用这种惯例下来 这只是浮躁的笔画 太慢也不可以 这就有一个节奏上的要求 我们单写一下 我们单写一下这个双耳 注意看从这儿下笔 这顾定重就是中锋 到这个地方 齐笔稍稍粗一点点 收笔稍稍粗一点点 中间是一个非常挺直 干净绿色的一个竖笔 看来不太重 却非常的有力量 这是写好双耳的一种 非常严格的 一种法则上的要求 因此对大家说 为什么我常讲这句话 凯法无期 你凯说写的不好 你谁都骗不过去 甚至连不识字的人 也能基本看出 你的凯说好 还是他的凯说好 不到新草 这就需要水平来审视 所以很多人 往在新草当中 蒙混过关 就是鱼物混珠 在凯说当中 对一些文化不高 书法水平很低的人 也能够看得出 谁好谁坏 因为凯法太严格 所以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首先把凯说问题 给过了关 若这个关不过 你的新草书 永远是一个 先天不足的问题 好的 下面再看看 这个郎字的新书写法 简约多了 注意 不仅把里边这点省略了 而且这边这点也被省略了 就跟前面讲的那个记字 有相近之处 再看一遍 这种点话直接过来 也能 不难认识是个狼子 但这种点话过来以后 稍稍跟凯说有不同的一点 在哪呢 我们写慢一点 给大家看 一点也是要高齐 转过来 上边这个部分要大一点 相比下方要小一点 这是行书的要求 凯说呢 是这个地方上边稍稍小一点 下边这个地方 它好像略微的这边探出来一点 但是在行书当中 则不然 往往是 这边这个耳旁呢 上面大了一点 从这儿看 它大了一点 然后在这儿数一下来 在新书当中 写这个树柄的时候 多数 都是这个 宣真 用车路 做新书或者草书的树柄 比较少 我们不敢把这个问题说绝对 但是 应该说以宣真最多 再看一遍 那么大家说 可以不可以在里面加个点呢 当然可以 但是这样写的话 显得不轻一点简洁 只要能认懂 也可以在这地方稍稍往里面 这样回比 也可以 这些个在行书当中 都是很宽泛的 有时候我们一看到新书 打开新书帖 这人这样写 这人那样写 各有料处 那千辈书家们 直接把书法研究绝了 因此呢 我们看到 是美不胜收 所以我们介绍前来书 主要介绍那些 常见的一些写法 不可能把 千辈书家 每一种写法 都能 告诉大家 一方面陷入我的水平 另一方面也陷入这个时间问题 好的 下面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字的草树先吧 这就是草树的狼 大家会感到惊奇 怎么那点哪去了 上面那个点 怎么看着 怎么也不像个狼子 实际上 我们向大家说 羹子 先说这个羹子 这个羹子在草树当中啊 是这样写 大家看 这就是羹子 到这个草树的梁子 善良的梁写的时候 不在这儿写 按理说多个点不就完了吗 这不正是个梁子吗 实际上草树的梁不在这儿写 草树当在这个地方 多加了一个弯 这就是草树的梁 羹子和梁子 有很明显的区别 就少了一个转折 因此看那个狼子的时候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转折 然后在这边 拐下来的是双耳 所以左边 翻是加了一个拐弯的 这是梁 这不是个梁子 一定要注意 我们继续再说 右旁的这个双耳的写法 这个双耳的写法 就像写个月子一样 差不多 比如说炸写 这是七 星期几啊 星期日 星期二 七 所以越闻这个月子 是这样过来的 这种写法不能简单的 写为 我们平常所见的炸三点 如果七才可以这样写 狼子尤其不可以 右边的双耳 必须写出这个效果来 再看一遍 是这样 不能写成这样 这不能念狼 或者说 它不能称之为是一个字 所以双耳在草书当中 有它特定的写法 而且还不能简介下 一个转折 比如说 这边写对了 我这边写个这儿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这是单耳旁的写法 单耳 双耳必须 这个地方不能简介 不能省略 这是必须的 因此在草书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讲究 所以我总是跟大家说 要得把单字问题解决好 变好 因为这单字 你解决不了 那么你通谈 这个一篇或者是一篇 根本谈不到 所以当我们 林静的书法作品 仔细看的时候 一定是从每一个点画 到每一个字的结构 做细致的审查 那么在这时候 你如果这些方面交代不清楚 就会捉紧见证 让看出毛病来 一旦发现你这个写法上 很多方面你没有过硬 单字的问题 你没有解决 你空谈全片 所以我们反复的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心不气躁 拿起一张纸来 就说我要进行创作 就是可笑 可笑 不应该有这种妄言 何况说创作书法 本身就是一句不通的话 比如说 某某先生 我给你写张字 咱们留作纪念吧 这挺好 某某先生 我能创作一篇书法 你留作纪念了 你听了别扭 你说了别扭 别扭听了也别扭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在写字问题上 严肃的态度 一定要把它写好 我们最后再写下 这个郎字的草术 写大一点 好的 今天关于郎字的 三读书体的介绍 就暂时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